一線很流行 那那麼多的店家 大家都賣一樣的差不多 為什麼要挑你這一家 剛剛伯介這麼一說才想起來 對 越多人買 然後他就會越往上跳高 大家就越看得到 是這樣嗎 對 瑞蘭姐講到關鍵字了 這個就跟你在搜尋東西是一樣 你不是打兩個關鍵字 比如說你打胡瑞涵對不對 他可能就會跳出來這個人有關的東西 那如果說你這個賣家 這個評價越高 他給你的這些相關的這個 寫的這個評語越多的時候 他在前面排名就會往上跳 我想這是每一個賣家都最需要的 所以如果買賣家 他不斷做了一些的假的交易 比如說我今天要賣東西 然後我賣家創造出很多的假交易 比數越多就往上跳 所以他的目的就是要拉高知名度 對 因為譬如說這整個網頁 你可能譬如說賣皮帶好了 你打皮帶他可能打出來數百萬筆 對數百萬筆一出來 你能夠排在前面為什麼 因為我交易次數高啊 或者是我累積的評價比較高 所以我們回到這個第一張字卡來看 我剛才講到說假交易的賣家有120萬家 虛假的交易大概5億筆 另外他有查獲多少800萬家對不對 交易高達100億人民幣以上 這相當恐怖的一件事 這是什麼假的交易賬戶啊 對對對對對 因為這個啊 這個待會我會講給大家聽 最近中國工商總局在1月20幾號發表了一個叫做這個 關於阿里巴巴集團進行這個行政指導工作的白皮書裡面 他就有講到這個假交易跟這個所謂打假的問題 他說阿里巴巴上面的假貨正頻率只有37% 也就是說可能100個東西裡面只有37樣是真的 他這個是說網站裡面最高的 所以他那個假的賬戶是 如果今天我是店家 我自己開立一個假的買方賬戶 然後他可以用他親朋好友的名義去買啊 然後我用別人朋友圈 然後就顯得我東西非常熱賣 就暢銷排行啊 那東西有真的賣給他們嗎 那當然是在他要出貨之前就把它取消掉就好啦 那不是很簡單嗎 其實網路上面真真假假就是這樣 所以有很多東西就是說 欸 瀏覽人數啦什麼之類 其實很多都是可以做的 可是我就一個人一直瀏覽 瀏覽他很多次 然後找親朋好友 大家一起瀏覽 瀏覽人數就很高 那他這個賣東西也是 如果東西又不是說金額很大或幹嘛 有些東西他也不是馬上出貨 他可能告訴你我是一個禮拜後出貨 那我現在買了之後呢 把那個限量多少全部訂光光 訂光光了之後呢 然後一個禮拜 要出貨之前我取消就好了 取消很簡單 你就按一個按鈕 不就取消了嗎 對對對 所以這整件事情來說 所以人家為什麼說網路世界真真假假 我今天如果是一個新的一個商家 我在上面開始剛開始上來 那我要怎麼讓大家注意到我 還有讓阿里巴巴公司也注意到我 這個商家很有前途 看起來也很好 我當然要一開始的時候 先弄一些感覺很棒的東西出來 最少的話就是瀏覽人不輸陣嘛 一開始要先把一些東西弄出來 可是我不太懂的 如果我 那你看800萬家你就知道有多少 對 這不是800萬人耶 不是800萬個 是800 不是800個 是800萬 還加一個單位叫做萬 800萬個店家這樣子 800萬個買方是假的 應該是這樣講 800萬個你就知道那個量有多大 可是我疑惑的是博吉啊 因為你如果說 店家運用阿里巴巴的平台嘛 去賣東西 你有交易啊 然後這個不是應該會付給一點點權利金 給馬雲他們嗎 他不用了 他是免費的 這樣子 對 所以啊 這個我們往下看字卡 你會發現喔 這個商家為什麼要做假交易 他怎麼去做 他就是找人嘛 就是像剛才惠時節的 我找親朋好友都可以 好我跟你下標以後 對不對 買了對不對 就退貨了 要出貨錢就退貨 那但是因為你之前有做交易對不對 所以在那段時間你排名就拉高了啊 那可能我在想之前他的機制沒有說 我這個交易取消這個就沒有這個東西 他可能還是會做累積 那另外你消費者很簡單 我看哇這個人同樣賣一個東西 這個評價有200筆 這個只有10筆 對不對 那200筆可能每一個人 你裡面有寫一個評語說 這個東西真的是好實在啊 好便宜啊 你講那個評語 買的時候也可以身邊寫個評價這樣子 我在講那個評語是不是也有可能也是造假的嘛 一定造假啊 就是說這種東西就是 他要去累積這個相關 其實以前在台灣的這個 不管是這個奇摩的啦 或是什麼露天拍賣 都有存在這些相關的事情 好那所以最後啊 其實大陸這邊就有一些這個 公關顧問公司就講嘛 其實我們每天裡面都有受到這種委託啊 都會來做這個 所謂刷單灌水的這個東西 他都已經是業界公開的秘密了 所以有人都會去申訴 會去講就對了 對但是這要被人家抓到 那阿里巴巴他現在有自己有一套機制 專門在抓這個啦 所以才會看到說 我們剛才講到這個 買家有八百萬個是假的嗎 那另外的話 跟大家講為什麼要做假交易 我想很重要 第一個 你在網路上交易 就像我剛才講的 這個商家的信譽 他怎麼去累積 這個很重要就是評價的問題 所以你的商家要評價 那賣家他還需要業績嘛 所以這兩個合起來 就會造成他去做假交易的動力 所以第二點還蠻好做的 反正假的交易 這個業績量就衝高了 評價呢 那個假買賣的那個人 就給你寫寫寫寫 說好的不得了啦 全部評價也往上了 對沒有錯 那你看像買家我怎麼看對不對 假設我不認識他 我一定是看你這些評價 這些東西 我才能決定要不要下單 所以你要是一個保障 那阿里巴巴也有講 其實你在上面買到東西 你還是可以給負評 申訴他們會介入來了解 但是我說真的 我講一個這個 我實際很不好的經驗 我在去年的雙十一 在淘寶上面買東西 但是東西到現在都沒有寄來台灣 而且他已經結案了 真的還假的 所以他跟我說已經出貨了 我錢也付了 你訂什麼東西 我訂了一個這個法國大使牌的行李箱 那個台灣一個大概要一萬塊左右 可是上面我才買兩千多塊而已 但是重點他跟我說那是真的 而且是真的那個大死牌的公司去賣的 好 那我就是因為這樣去買了嘛 可是買了因為出貨地點可能是在台灣嘛 所以沒有來 好沒有來就算了 我就去申訴 對啊你要申訴 我去申訴沒有人理我啊 真的沒有人理你啊 真的沒有人理你 所以我要跟大家講就是說 你在這個淘寶跟天貓買東西 這個比較倒楣就是東西沒有來 鼻子摸一摸就算了 為什麼 因為我沒有辦法說我現在跟馬雲講說 你不要來台灣不然我會去找你要 要我的這個行李箱 兩千塊 對兩千多塊 但我覺得這個是小事就是說 可能大家自己要去了解他上面的交易制度 那最後你說買家要保障 我有沒有保障沒有嘛 對不對 那網站要的是什麼 就是人的流量 對啦 重點他就是要衝這個人流 那有上來的話 他才能 才能有這些相關的東西 所以我想其實啊很重要的 這個網路的世界跟我們講一件事啊 這個真真假假假假假真真 你真的自己要去上面買賣東西 還是要找有信譽的店家 對啦 那但是有信譽有品牌 又不一定真的會給你保障 我剛剛就是想要問這一點 我怎麼去研判 看評價啊 看評價又可能是假的 對啊 對啊這什麼都是假的 其實這很像以前就是說 我們說有些企業做假帳啊 就是你灌單到國外什麼什麼之類的 有沒有 那上市公司做假帳還蠻麻煩的 看不到 你要灌到國外去 那個工程還很浩大 這個就很簡單 你知道 這種假帳就很好做 而且重點是 這種你還申訴無門 這個比較倒楣 所以 葵郭大哥 你應該不敢在網路上買東西吧 其實是敢啦 但是只是說看你需求者是什麼東西 如果像他買個行李箱 到最後錢付了 然後東西沒來 我覺得你可以試著看看從小 從很便宜的 像什麼衛生紙啊 這種整包的 開始買上去 因為其實有一個觀念很重要 第一個就是說 你在進行交易的時候 你要取得彼此的互信 我想從便宜的金額開始買上去 會比較好 有的信用嘛 那你一次買大 當然會出事 但是這個地方告訴我們一個觀念 也不要貪小便宜 對 因為一分錢一分貨 對啊 因為像柏傑 一萬多塊的行李箱 然後兩千塊 對啊 這個我要申訴一下 因為他只有那天最便宜 因為平常他大概都是 我看外面至少大概只有達到七折 那天大概達到兩三折 我想啊 真的不只是我 如果你有看過的 你一定會想上去買的 對我最後要請慶榮交易交號 那我還是想在網路上買東西啊 如果像惠詞所提到的 什麼都是假的 評價量都是假 那我要怎麼研判呢 其實基本上 我講我自己的例子好了 像我 你有沒有被騙過 不要說被騙我講 沒有其實沒有被騙過 真的喔 因為其實基本上 我們這個世代的年輕人 基本上都習慣在網路上交易 對啊 那我要講 其實剛才講的都比較負面的評價 那我講我自己的例子 像我手上這台iPad 之前有一天上廁所的時候 被我摔壞 然後整個面板 整個均裂都裂掉了 然後後來我把這台iPad 拿去店家 蘋果店家去問 要怎麼去修那個維護 就是把它修復 至少要花6000塊 然後後來我一個朋友 教我們去淘寶網買一個面板 觸控面板 買下來之後 再把它拼裝上去 這真的是一個面板 就是一個iPad 他們自己的面板 結果6000塊的維修費用 我最後只花了600元 就讓iPad 重新又完好如初 就是那一台啊 就是這一台 一模一樣 這個就是我上次的手說 不小心被我摔壞的 我確認這一台 那台我摸過 真的是很棒的一個 所以其實我覺得淘寶網 它提供的是一個平台 在平台的過程中 它網路的一個交易過程中 它最大的優勢 其實就是讓整個交易 變得無遠弗屆 那交易無遠弗屆的過程中 你就有可能可以 應該不是有可能 就有大量的機會 可以買到物超所值的一些東西 但是在這網路事件中 因為畢竟它的交易比數真的非常的多 所以難免都會有一些 比較可能有一些被詐騙 一些比較負面的一些訊息 那重點其實還是在於平價的問題 其實我們在買任何東西的時候 尤其要去注意的是賣家的平價 然後買家的平價 其實只要它的平價都是一正平比較多的 那你自然你受騙的機會也比較少 也對 你如果說一兩百筆 總不能每一筆都是假的對不對 對 如果有七八十筆是正面的 那就值得肯定了 總之因為現在透過網路上買東西 好多好多 該問的我都問清楚了 那時間的關係 我還有三分鐘 我先 魁國大哥麻煩您 您請直接上來 我們先講什麼 大盤請來一下 大盤多離不了產業 剛剛重要的我都幫您追了 請看分 第一個 我說特別了 特別是 今天怎麼會突然間的硬生生 就是要把它拉翻紅 誰拉的 這是一個關鍵 第二個特別在哪 請看K 盤很差嘛 就長不動嘛 所以就掉下來了 對嗎 對也不對 為什麼這三天都流了打下去 買起來的下影線 所以你覺得接下來的行情 三月份的行情 你要記住一個字母 叫做英文字母叫V 為什麼叫V 因為過去的統計學 它講得很清楚 三月份的高點有兩個 一個出現在月初 一個出現在月底 那月中會出現低點 為什麼月中出現低點 因為月中牽扯到三月份的財報公佈 對 它公佈的時候要公佈二月財報 對 各位一定知道說 今年的二月份工作天只有13天 所以財報自然就不好 對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 三月份你要特別把握機會 為什麼 過去的十年統計學 告訴我們說 十二月的行情 是一年當中最好的 因為它是集團做帳 接下來就是三月 它上漲機率高達70% 所以三月份行情是這樣子 月底的時候會有高點 開始往下做一個修正 這個修正是來自基本面 因為基本面的東西 就告訴你財報的問題 所以當 可是你剛剛在講 我有點不太懂 就三月份既然有 要公佈二月份的業績 比較不好看 這是不好的 對 那為什麼三月份的漲率 又是比較高的呢 好的 我想在一年當中 因為二月的工作天數是最少 對啊 所以二月份公佈財報 幾乎都是一年當中最壞的 其實股票市場 它買的是一個未來 好懂 也就等於說 在三月份的行情來講 因為它公佈是二月天數 三月中以前最壞的都看到了 對 三月中下旬反而海闊天空 對 反而海闊天空 而且這跟資金面的回流有關 因為我們在二月的時候 曾經告訴大家 你有一些過年前需要資金的人 他會賣股票 對 你有些這個所謂的品種資金要結帳 反而人怕這過年這幾天 這個所謂國際的風險它減碼 對 其實這些資金到了三月份 它都要回來的 所以虧虧大哥 是 這個因為我要進廣告 你可不可以先畫一個圖給我看 它已經走這樣子 我開始擔心了 你畫 接下來會怎麼走呢 給個答案 我想三月份我們一直講過 月初高點開始向下修正 對 到了某一個階段的支撐 特別在月線跟半年線之間 它會形成一個低點開始往上走 月線9503 對 它還是要繼續過高 那我要提醒大家 其實各個不同的市場 有不一樣的規劃 很多人認為說 在這方面其實做台股 有很多人會想說 美股為什麼一直創新高不回 但是大家記住 國際市場不同 因為美股它是基金法人的比重重 所以美國股市在過去我們所學 叫做反閃電的走勢 也就是反閃電是這樣子 但是台股是一個階梯式的走勢 所以客戶大哥先請回座 好 因為今天的台北股市 從分角度來看 剛剛說了 突然間的白尾 SOHO 這到底用意何在 我本來還在揣測 會不會跟美國科技類股大漲有關係 結果客戶大哥給我個答案說 美國就不同的市場不同的走法 對不對 好 所以我們進廣告了 到底美股跟台股現在 各自的天空長怎樣 三月份真的是先下 後上嗎 怎麼上 下到哪兒才是重點 曾主委的那句話 我還是擔心了 外資今天沒有賣耶 那錢會會出去嗎 留給會辭來做一下掌握 因為呢 外資如果錢要出去 一定會有訊號 再加上大陸股市 盤走不穩 陸股今天跌很重也是原因